好冷喔!今天怎麼那麼冷啊? 好,我們今天就是來那個 艾琳主辦的青木小阿魯的賽道營 就是目名思義就是 那個青木宣讀會來教我們騎車這樣子 然後我同學的時候,青木已經在教學了 然後我就說,哇,真的很驚訝耶 因為青木他是他剛剛在教學的時候 就是除了上課之外嘛 然後他還記得每個車友的騎乘的一些問題 然後把那個車友都抓出來 就說那個穿黑白皮衣 黑白香煎皮衣的那個是誰 然後他們就知道是誰 然後自己走出來 然後他就有筆記 然後就說,那你剛剛可能有什麼問題 他可能沒辦法反擊所有人 但是真的是有大部分的人他都有講到 然後就是一個一個教學 然後他剛剛也有示範一些騎踢 他就一直排隊,然後看他怎麼騎 然後每個人都要上去做一個姿勢的 然後他在矯正這樣 我覺得超酷的耶 這個很用心的 然後他每一次都下去啊 在下去騎乘的時候他都會再騎原帶 然後可能會騎在旁邊啊 然後看你有沒有缺的姿勢什麼的 反正他就會在場上看你怎麼騎 然後也順便教學 就是會帶著騎這樣 這樣超棒的耶 我覺得超...好興奮喔 一上課的時候 還碰到羊兵 每次都碰到羊兵 我等一下就... 應該會跟他騎同場我猜 然後我等一下跳個裝備 然後放個東西吃個午餐 所以差不多準備換裝上場 我的戰袍 欸~~ 真的要掉我吃了 好爛 那我吃也是這樣就壞了 掰掰 第一節我們是屬於賽道認識 所以速度不會搭太快 來有來騎過全賽道的舉手 好 那你就知道 後面那個直線到底那個彎 長怎樣 好 那邊早上可以 OK 如果要拍照的話 要看這個時候 趕緊一下了吧 好 準備好了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 騎小阿魯在麗寶這邊 就是跑麗寶的賽道 對小阿魯也不是那麼的熟悉 因為真的 沒有說像騎阿魯這樣子 就是騎阿魯這樣子這麼久 所以我對小阿魯其實還算是 有點小陌生 其實今天教練也有說 今天的賽道影呢 其實主要就是從基本功開始練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有先聲明 他們帶的速度不會很快 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一台接著一台 就是按照原本排的那個隊伍 順下去騎 就是不要做超扯的動作 可能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先把路線給騎好 然後先不要追求速度這樣 所以其實 我們這個新手廠的部分呢 騎的算是偏慢的 但是就是 可以好好的觀察路線啊 然後更熟悉小阿魯這台車的車房 這邊可以按照青木先生所教的 單下入彎 那就是可以趁機練習一下這個技巧這樣 雖然就是有偶爾過 但是真的沒有實際操作過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的時機 在場上青木先生也不斷的就是在我們旁邊 來回觀察我們的棋子 然後有時候是騎在我們前面帶路線 然後有時候會出現在我們旁邊 或是乾脆就是站在彎道的旁邊的環蟲群 然後觀察我們路彎的一些知識啊 或是問題 今天就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練習的時機 那就是把握這次的機會 練習一些青木先生他教給我們 還有一些他糾正的姿勢啊 或是給我們的一些建議 所以其實在場上速度雖然偏慢 但是 練習的東西真的蠻多的 其實有點 我覺得希望 讓下場練習時間可以再多一點 就讓我可以 有更多的時間練習這些基本技巧 跟一些進階的技巧這樣 那因為其實今天的時間有限 雖然說有三節的時間可以跑 但其實對於練習來說 呃...怎麼樣都是不夠的 所以還是把握現有的時間 做一些我能在這件時間裡做的練習 一種一種動作 動作 一種動作 動作 他說我們是王先生 阿聯先生 阿聯先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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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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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謝謝 不? 謝謝 這麼多 這麼多 那麼 我們才要知道我們離開了這次 當時大家在我們的不限前進的時候 過得 放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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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一零點吧 一零點來 三零點 再來一零點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種 自己到 你感覺到嗎 對 難怪 謝謝 下一位 今天是第一次來 利寶賽季大賽道嗎 最沒錯 第一次 你剛剛也有上過那個 清末先生的課程 沒錯 沒錯 讓你覺得給你的感覺是嗎 就是真的有點到我的五問 他有指導到你們嗎 有有有 真的假的這麼好 沒有沒有姿勢 但是他有講到特別點到五問 就是他說我都會比別人再多退 喔就是你喔 對對對 他直接喊我的號碼 他印象特別深刻這樣 哇好棒喔 所以你覺得他非常的意中不理嗎 有有有 他講了之後我 非常的震驚 下一集跑大概快了大概兩秒鐘 喔 你有在看那個GC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 第一次來這裡 就是利寶賽季大賽道的 然後大家看到第一次 然後第一次來大賽道 剛剛有被 有心理稍微指導的 羨慕 好舒服喔 有啊 因為很常就在 地室不住就會 不是你剛剛也上去的路 對啊 然後我們就習慣拍照 所以你吃下去 這個拍照自己 但是因為你上去之後 就很會忘記啊 然後開始吃起來之後 就會忘記 忘記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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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是我們的站長楊冰 哈囉哈囉哈囉美鳳 我們今天去騎友 對 真的共騎一台車 共騎一台小阿盧 來 先幫他把輪胎 對 輪胎暖好 對 確定 超棒的 一切都沒問題 欸 換銀兒騎 對啊 我常常騎 我只會覺得超安心 我想說有人幫我暖胎好了 我就騎吧 順便檢查車況 其實我覺得小阿盧就是馬力比較沒那麼大 可是他的高轉其實算有力 可是他以150C來說的話 他高轉還是有感覺說有一點出力 所以還是蠻好玩 我覺得也蠻好玩 因為對我這個速度來說 我覺得其實比較適合 我覺得其實有的時候就是 你在你自己掌握中 對 600有點超出我的掌握 可以玩得更有趣的 然後我其實很開心 而且像我今天的話 我覺得我練習一個技巧 就是那個欣慕先生他在講的那個煞車的技巧 喔你剛剛有偷練 就是有 你怎麼樣把煞車帶進彎道的邊 你這樣的話就可以延後煞車 對啊 而且他那個煞車非常多小啊 就不差會 可能改變好像不一樣 對其實因為你車比較輕嘛 然後速度也沒那麼快 所以你去做這些練習的話 你壓力就沒那麼大 所以你其實還沒適到練習 所以今天再用另外一次 對再有把它更加強拿出來練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我們最近 跟一些就是玩賽道來研究 這就是搭台灣車手會來可以出過的關鍵 就是這個帶煞車入饅 對 所以我看我聽很多女生的 好車的一分五次 然後女生都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好的炸車 對 炸車全部用啊 嗯 但我還沒有到那個時間 哈哈哈 先把路線騎 對 我還在那邊那邊問 我還要玩 對啊 其實我覺得是長期 就是你 如果是會用小 小阿盧用小車來行 你的路線就很重要 對啊 就會很明顯 就是說 你只要把路線騎好 你會覺得速度好像就變快 對 對 對啊 謝謝站長 謝謝 謝謝 我們講那麼多 你已經一日起有 大家知道嗎 對啊 很開心的 來坐西藏街可以進行 休息 休息 嗚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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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呢 最初 最初不知道 最初 最初 最初是 膝蓋 大家很容易 用膝蓋去摸摸 哦 大家今天有問題想要請問 除了輪胎之外 有沒有什麼 第一個建議要装的東西 真的 除了輪胎之外 好 是的 我個人 想要本來回軸功能 一點 其實一部分 他個人的話 他會換的是 大車 他會換最重要的大車 最後想請問 看一下 日本的下賽道的女騎士會很多嗎 喔 賽律的品牌 不過 サーキットで走る女性のライダー はい はい 少ないかな でも 其實還是很少 但是 進來越多的時間 今日でも 上手に走る 他就一年了 頑張 繼續加油 今日の講習と アドバストの内容は すごくいいぞ 思います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頑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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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See you next time 昨天勤募三章 進去到這裡 一眨眼 大家全部都收光 說超快 我怎麼換一天 出來 大家全部都收光了 因為這樣很好玩 就是我覺得行程非常豐富 然後青木先生也是很熱心的教學 而且教學非常的細心 除了上課之外呢 他還有對每一個人的騎乘 特別有印象的人 他就會把它點出來 然後跟他說 他覺得這些騎乘的方式 哪些學校改進 然後就是會給我們一些建議跟改進 他其實真的很用心 在看他所有的學生 那我真的覺得非常的佩服 也很感謝他 還有感謝他 以今天辦這樣的活動 就看到這個活動 收穫真的非常的多 對 今天一整天下來 其實精神是非常的豐富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間階期啊 或是空洞的地方 一整個就是非常的緊湊 然後呢 也跟青木先生聊了一下 我覺得真的他很可愛 然後也很好 就是希望下次還能有見面的機會 這樣可以再避兜他騎車的因子 那今天就是用小阿盧去騎 風賽道這個區域 G2賽道裡面的風賽道這個區域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可以全油門這樣子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希望凱琳之後 可以多辦這種活動 大家如果就是有想要買一台輕檔車 然後可以用在平常日常的通勤啊 然後輕鬆騎乘 如果想要練車的話 你當然可以考慮小阿盧跟他騎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